用匯录可能会比较快,这个是一个资料表 名称的话,它预设是 就是帮我们把Excel里面的那个资料表汇进来 不过我在云端上面放的名称 可能不叫这个,我叫另外一个,重新命名好了,按右键 把它先关闭一下,因为它 按右键,对不对,把它全部关闭好了 这个名称的话,我 按右键重新命名,这个叫问题1 把它统一一下,这个叫问题1 按右键 重新命名 问题1 OK,那又是在 问题1的资料库里面会有个问题1的资料 这个资料表 OK,那一个资料库里面可以放非常多的资料表 反正大概这样的原理原则 第1个 OK,第2个的话,那我要怎么样在 资料库里面 执行SQL语法 OK,那怎么样跟它沟通 其实,因为它有给我们图形化界面 不过一般如果跟它沟通 你可以在远端 或者是在 电脑里面 可以执行SQL语法 如果我今天需要新增一笔记录的话 首先第1个 你可以在那个 Asses里面,这边有个所谓的建立 那你可以在这边按下建立 这边 这边 我把它关起来,重开一下 这个问题1 刚好在Excel的旁边 把它启用 那问题1打开来之后的话 这边有个建立 那特别注意呢 如果说你要执行那个SQL语法的话 第1个 点建立 第2的话呢 点选有一个叫做查询设计的 这个东西 因为我要去执行任何的 动作 包含 新增 查询 修改 删除 都可以从这边去执行 那特别之于 但是我们现在 并不是要用它的图形化界面 去完成这件事情 我们希望 可以透过SQL 那为什么要透过SQL 只要 因为等一下 Excel要跟它沟通 只能够用SQL 你不可能说 把SS的图形化界面 搬到SS 不行 所以 他们沟通的桥梁 只有SQL 所以请各位注意 建立 查询 然后呢 把它关闭一下 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个SQL 请你按下SQL 那怎么新增一笔记录 其实特别注意 因为云端上 我知道这个东西 有些同学都不太熟 那你可以往下抓 这边的话呢 有一个叫 insert into 的语法 如果你今天 要新增资料到 资料库里面的话 它的基本语法一定是这样的 而且无论哪一种资料都一样 那我们怎么做呢 首先第1个 insert into 到哪一个工作表 问题 后面关门是栏位 Values就是你要放什么东西 基本上 我就把这个诚实干脆先贴上 这样子 你要先确定一件事 就是你的那个什么 你的问题里面的栏位 是不是这些 身高 姓名身高体重性别标准体重 如果是的话 那我们 这个地方 用insert into 到哪一个呢 后面这个是哪一个 资料表 问题 放进来 里面的栏位总共五个 Values是放什么 放那个 特别注意 如果你 放的资料 假如是有文字的话 它有个 有没有 文字就像姓名 前后要加什么 单引号 OK 性别 单引号 那你想说前面不是都双引号吗 为什么这边变单引号 可能的原因应该是因为 双引号已经被用掉 所以他只能够用另外一个符号 那想说不然用单引号来代替 OK 所以这里的话呢 当然好 我这边有假设老爸新增一个人的 资料 一个会员的资料 叫杨某某 身高 体重 性别 标准体重 好 那我按下 输入完之后的话 那各位可以看到在设计里面 会有个执行 OK 那你就怎样 把它执行看看 如果按下执行 假如说你看到什么 您正要新增一列 那攻击你 表示你这边的 语法 还有你这个资料表的结构 都没有任何问题 好 这个时候呢 你按下是的话 他会帮你怎么样 在问题一里面 新增了一笔记录 可是你想说老师不是新增了吗 为什么没出现 因为他不会马上更新 你必须怎么样 上面不是要什么 全部更新 有没有 按下更新 有没有发现 这笔记录 就被加进来了 应该懂那个逻辑吧 也就是说呢 反正以后呢 只要这个 VBA里面 执行这个SEQO依法 给资料库 他就 帮你把资料写进去了 OK 当然你写一笔是这样 写一把一笔也是这样 反正一把一笔就是 刨个回圈码 第1笔第2笔第3笔 一直什么 insertinsertinsert 他就一直加 一直加 帮你呢 放到资料库里面 OK 那 那放进去之后的话 你还是可以把它查回来 所以两边是可以相通的 那他有点像一个仓库嘛 反正我我这边放东西不方便 或者是说我们 共用的资料 我如果 自己放自己的 那 大家没办法共用 那没关系 我放过去 大家都放过去 以后要抓资料 就去那边抓就好了 类似有这样的 所以第1个 如何执行SEQO 那这样的话 就可以执行过来 那请各位试一下 特别之后 我是怕各位对这个环境不熟 反正 access如何执行SEQO 如果是数字的话 就不需要 那中间用什么 用逗点 输入没有错的话 输入完成 第1个 好 那如果说 这个假设 没有问题的话 当然你还可以什么 补充的 我刚讲过嘛 这个是新增 对不对 如果你新增没问题 你可以用什么 查询 那查询的话 假设说你今天希望查什么 查所有女生的资料 你可以讲 再查一个 再产生一个新的 就是slate开头 slate就查询 其实就是筛选 这个 star指的是 所有的栏位 from哪个table 问题 后面的话 就筛选条件 会有 性别栏位 如果等于女的话 那就帮我 全部显示出来吧 OK 那我们可以 把它执行 你会发现 查出来了 两个女生 那如果未来 假如 你在slvba里面 丢这个语法 他一样可以帮你查出来 把这两个人 放在哪里 放在sl 你指定的位置 资料就过去了 所以可以过来 也可以过去 双向的 OK 然后呢 其他的话 还有什么 修改 修改的话 是这个update 那你可以试试看 比如说 修改那个 李叉叉的身高 变成170 set 有没有 然后delete from delete 指的是删除 会有 姓名等于李叉叉 所以你如果执行 这一行下去的话 只要那个 姓名叫李叉叉的 那一笔记录是哪 不见了 所以 总共有四种 常用的这种 西口语法 你可以试试看 像这个也是这样 update 假如说李叉叉 我们看一下 那当然你可以的 再切回来 这边西口切回来 我可以再贴上去 那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李叉叉 李叉叉 里面没有李叉叉 我叫羊叉叉 这边讲羊 然后 把它身高改成多少 他本来就170 他长高了 改成180 这样子 好 做完之后 设计 里面找到执行 他跟你讲说更新两笔 为什么 因为有两个 羊叉 因为他好像又多一个 没关系 把它按4好了 因为有两个人 切到这边来 升高 不过 你会发现 那update 不用再重新整理 他就更新过了 如果你要delete 的话 其实也是一样 这边有没有delete 如果你要把羊叉叉两笔记录删掉的话 就怎样 把这边贴上 一样这边改成羊 按执行 设计里面的执行 他问你说是不是要删掉这两笔 是 切过来 羊叉叉不见了 不过 为什么会出现已删除 因为你要再重新整理一下 不见了 所以基本上 一般 跟 资料库沟通 大概就是这四招 其实就绰绰有余了 OK 所以 那他最容易 发生问题的就是说 你要熟悉这个语法 因为他只要一个地方打错 就会发生错误 比如说常见的错误 就是说 我输入资料 输入这个语法的时候 像什么 像这个 前后如果没有什么 单引号 你把它执行看看 他会出现 他不知道这什么东西 OK 第一个可能是这样 所以你这个 要检查一下 或者说有一边 另外一边没输入 他会出现说什么 这个后面少了一个单引号 有没有 常常有这种状况 所以 这个其实很容易出错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如何执行 如果有新增进来 那这个记录就过来 你再重新整理 杨叉叉叉就进来了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 记得第1个是在建立 特别是要 切到里面 请记得 我刚刚是有把那个 问题1 就是 原来叫资料表 我把它重新命名叫 问题1 如果你 没有去改那个 资料表名称的话 那当然你在insert into 后面那个就不能 用问题1 你可能就要用那个 资料表 那个名称 那从建立里面 一个查询设计 进来之后 查询设计之后 会跳出一个视窗 先把它关闭 在你的那个 左上角 就有个seql 就在seql这边 可以去执行指令 呢